好继续再看到花莲县政府呢 在6月11号到14号 在花莲以及玉里火车站出口月台 就设置了快筛站 那么就在最后一天6月14号的晚间 县长徐真卫也特地来到玉里的火车站快筛站 来为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那么徐真卫他也说 如果民众呢有不舒服 或者是跟确诊者足迹重叠 请马上来做快筛 而县政府在6月16号之后 也将会在13个乡镇卫生所 来规划部分时段来为民众做快筛 花莲县政府6月11号到14号 在花莲以及玉里火车站出口月台设置快筛站 就在最后一天6月14号晚间 县长徐真卫特地来到玉里火车站视察 为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徐真卫也说 如果有民众有跟确诊者足迹重叠 请马上做快筛 县政府6月16号以后 也将会在13个乡镇卫生所 规划部分时段来为民众做快筛 好的是因为我们大家的感情都很好 但是在这疫情期间也由于如此 也由于如此让整个疫情容易在整个蔓延到整个家族 所以再一次拜托我们所有的乡亲做好防疫的工作 徐县长再一次的呼吁民众共同防疫守护花莲 除了要做好个人自主健康管理 减少外出 避免移动 确实佩戴口罩 请洗手消毒 保持社交治理 更要落实抗新冠守则 逐期重叠请到我们的这个 北花莲就到花莲市的卫生所 那其他的地方就请到医疗院所 在6月16号以后 13乡镇的我们的卫生所 也会规划部分的时段来为我们各乡镇的乡亲来做快筛 许政委也提醒民众 如果有家人朋友从外县市返回花莲 请务必主动向花莲市卫生所预约快筛 千万不要侥幸心态 更不能轻忽任何可能性 唯有小心再小心才能够杜绝病毒 记者高雄雄玉礼正采访报道